成为星云第一块佛教乐图 在这里 他行愿圆满 收获着自由的梦想 在中立圆光寺安顿下来之后 星云曾经被派往 苗栗法云寺 去看守山林 三个月的山中独处 在静默之中思索 他一定对自己的未来 有所规划 但是 他何曾想到过 他的坚守和经营 会给自己的一生 和台湾的佛教 带来如许的变化 在寂静的林芒中 他写下了来台湾的第一本书 无声息的歌唱 伊兰 辟处台湾岛东北部 群山环绕中 蓝阳平原 形如波及 一面向太平洋敞开 而西部 则已从山足隔 隔绝着 与西北部平原的交通 1953年 不甘诱余成规 一心想开辟自己 弘法天地的星云 在宜兰 迈出了第一步 在宜兰 星云的弘法之彩 展露无遗 宜兰的雷音寺 成为星云 第一块佛教乐图 在这里 他行愿圆满 收获着自由的梦想 初到宜兰 条件艰苦 热情的星云 却不以为苦 雷音寺里 夜深人静 星云 就着佛座前的 一盏孤灯 趴在一台 破旧的缝纫机上 笔根不错 陆续写出 玉林国师 释迦摩尼佛传等 佛教文艺连载作品 获得了相当的致命度 星云法师 不仅在寺中奖金 他还大胆地走出寺庙 扛上时髦的幻灯机 录音机 带着一般追随他的青年 深入村落天间 宣讲佛法 佛教 如此大张旗鼓的宣教 在当时前所未有 这种主动亲近民生的努力 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星云法师身体力行的事件 赢得了大批的信重 为了解决语言上的障碍 星云法师还专门请了一位女士 进行闽南话翻译 她就是日后的词汇法师